國內首例的兒童重症個案 新北的兩歲男童恩恩上個月是不幸過世 那爸爸也淚求消失81分鐘的真相 那今天爸爸在凌晨時候 臉書上有透露說 他已經拿到跟1922的通話記錄 我們只想知道說 為什麼我的小寶寶 遭受了81分鐘不合理的救護者的等待 恩恩爸今天凌晨發文透露 他已經拿到1922的通話記錄 那拿到第一塊的拼圖 不過至於衛福部的第二塊拼圖 1922在接到他的電話後 跟其他單位的橫向聯繫記錄還沒有拿到 恩爸也透露 他也需要新北市銷鎮房局 以及衛生局的兩塊拼圖 他跟119之間的報案錄音 和他和衛生局之間的通話記錄 衛生局和消防局之間的橫向記錄 和處理的流程 但目前他都還沒有收到 那恩恩爸爸昨天 他說他已經拿到了 與1922的通話記錄 那麼不過 至於新北市的一些相關資料 他還沒有拿到 對此 新北市長侯友宜 也做出了回應 他說其實今天早上有約見這個家屬 不過家屬是婉拒了 那事後會再跟家屬做更進一步的聯繫 其實昨天我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們在第一個時間 直到恩恩爸爸的需求以後 就把相關的資料都已經整理好 那整理好以後 我昨天在總學行以後 還特別開會 責成我們衛生局 消防局兩位機長 親自 要把整理好的資料 來跟恩恩的家屬 來做一個報告 讓他重溫了解 整個相關資訊的內容 不相信透過這樣一個報告 才能夠完整了解 整個資訊的內容 那麼隨著疫情的研究 其實兒童的染疫數 也不斷的在增加 那這個是一名就是編劇 月清清 他就在臉書分享說 其實他自己15歲的侄子 在染疫之後 5月30日的時候不幸過世了 而且他的侄子才剛收到 這個高中的錄取通知書 沒有想到現在無緣就讀 讓他相當痛心 月清清在臉書寫下 我侄子昨天走了 新冠肺炎 只要帶走一個孩子就很多了 這種心碎的感覺 會跟著父母一輩子 並透露 年僅15歲的侄子 曾說過要當他華岡異校的學弟 前幾個月都在認真準備考試 除了具有音樂、舞蹈、表演的天分外 還很會寫饒舌歌詞 精通多國語言 前幾天才知道錄取 沒想到現在卻天人勇格 無緣就讀 讓他非常痛心 而帖文一出 也引來了許多網友 留言安慰悼念 好 那由於疫情的高峰期未過 台中市政府是開了第一槍 台中市長盧秀彥宣布說 高中以下的遠距教學再延一週 那在之後南投縣和彰化縣也宣布跟進 遠距離會一直到6月10號為止 對 那其實之前教務部 他就是宣布這個停課標準的時候 他就說國高中生確診個案 如果他的前兩天 確診的前兩天有到學校上過的話 那他的座位的九宮格的同學 都要就是在家請三天的防疫假 那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當初就被一些學生還有家長就罵爆 就覺得說不應該這樣 應該要取消 那麼昨天教育部長的潘文中 他也透露說現在九宮格已經取消了 教育部表示 國教署30日已經發文到各縣市與學校 正式取消國高中九宮格匡列停課方式 並比照國小與幼兒園 全班由一人確診或者是快篩陽性 就需要全班停課三天 並由學校提供一人一劑的快篩試劑 中央宣布今天在自由廣場 加開兒童疫苗的接種站 不過這個行為遭到台北市長 柯文哲痛批說是很白痴的命令 他在市議會備詢時 也被這個台北市議員洪建益追問說 很白痴命令這句話 你要不要把它收回來 那他說可是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啊就真的很笨啊 針對白痴政策 你認為這句話你應該不應該收回 不應該 不應該收回 所以你還是認為他是白痴政策 認為從衛福部 從部長底下全部是白痴 我覺得類似醫療人員真的 但是針對人家中央的政策好意 比較好處理 這個浪費醫療能力真的 浪費醫療能力 我只是在提醒你一件事情 居然你承認說 白痴政策是你講的 你又不願意公然的收回 我不是叫你道歉 收回這句話你都不願意 那我個人認為 你凸顯了一個心態 你這個心態是什麼 傲慢 不對就是不對 不對也不需要罵人家白痴吧 這叫做褐烈你知道嗎 就真的很笨 你怕褐烈 照口月 那麼對於啊 這個中央在這個 六毒設置這個兒童疫苗接種站 結果被台北市長就是罵說 這個很白痴的命令之後呢 昨天啊在這個記者會上呢 王碧盛呢他就公布了這個 六毒兒童疫苗的接種率 那沒有想到呢 台北市竟然是排最後一名 這邊也要提醒各位 爸爸媽媽 那他們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按照 縣市原先規劃的時程去打 指揮中心協助地方政府 於六月一日起 設置五到十一歲兒童疫苗 大型接種站 分別於台北的自由廣場 新北板橋車站 桃園巨蛋體育館 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 台南市立圖書總管 高雄展覽館等地設置 而指揮中心 昨日也公布了 六毒兒童第一季接種率 其中高雄市的接種率 為45.9%最高 接著依序是 台南、台中、新北、桃園 在最後一名是台北市 僅有26.6% 那昨天呢高雄市新增了 1380例的本土個案 再次突破了1萬例 那麼高雄市長陳其邁 為了體恤這個醫護人員 他宣布啊 除了這個中央發布的 每日1萬元的補助外呢 高雄市會再加碼1000元 高雄市長陳其邁指出 六月起高雄的疫情 就會進入高原期 為了感謝並鼓勵前線的醫事人員 六月一日起至7月31日 專責病房醫事人員特別津貼 高雄市會再加碼1000元 包含醫師、護理師、專責醫事放射人員 專責感染管制人員等 連同中央提供的津貼 每人每天可以領到1.1萬元 本土病例現在是居高不下 那也讓醫療量能是非常緊繃 醫護人員可以說每天都是忙翻了 那到底有多忙呢 就有醫護人員出來說 他由於這個N95口罩是戴一整天的 甚至他連這個鼻梁都被口罩給磨破皮了 一名醫護人員崩潰表示 在台北市中正區某間醫院任職 由於疫情升溫 醫院每天都有處理不完的病人 他從下午3點上班 直到晚上的9點半 才喝第一口水以及上廁所 在吃飯時還得一邊注意訊息 隨時都可能會被叫回去支援 而最慘的是 5月份就有4名同事離職 理由大多是太累了 而他也疲憊表示 腰真的都快炸了 鼻梁被N95壓到破皮 這個貼文一出來 讓網友看了超心疼 紛紛喊說醫護辛苦了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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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